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牌得主已正式公布 中国体育界再次迎来丰收 东京奥运会涉及冠军杨倩 跳水冠军拳红蝉 基建冠军孙奕文 游泳冠军张宇飞和体操冠军管陈臣等运动员获得了这一荣誉 目前一些运动员已经开始为新赛季做准备 杨倩 全红蝉和张宇飞等运动员 已成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各自项目的核心人物 网友们在他们的社交平台上向这些奥运冠军表示祝贺 全红蝉首次获得国字号荣誉 央视也对全红蝉进行了点名和表扬 这对全红蝉来说真是一件喜事 说到全红蝉 相信很多网友不会陌生 去年东京奥运会上 14岁的全红蝉横空出世 在五次跳跃中获得了三次满分 这让世界震惊 他没有给裁判机会 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十米跳台金牌 回国后不久 他参加了全国运动会 在起跳时落后的情况下 他进行了一次大逆转 再次获得金牌 全红蝉在赢得金牌的同时 成为了国民偶像 老朋友喜欢全红蝉 不仅因为他的跳水技术多么优秀 而是因为他单纯的善良和孝顺 只有14岁的全红蝉 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是国家荣誉 什么是家庭责任 他喜欢吃辣条和开小麦铺 他从嘴里说出了很多天真简单的想法 这让我们感觉非常真实 许多网友戏称 这也是我儿时的梦想 谢谢全红蝉 让我看到了纯真 但是当全红蝉说出赢得冠军的诀窍时 全红蝉直接说 我只想赢得金牌 因为赢得金牌有很多奖金 我就可以有钱给妈妈看病了 其他家庭的一些14岁的孩子 仍然在父母的宠溺中 但全红蝉肩负着祖国的荣誉和家庭的责任 贫穷家庭的孩子很早就当家了 全红蝉的成功令人心疼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数亿网友正在关注全红蝉的一举移动 不久前 中国跳水队进行了队内测试 全红蝉也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 无论是个人十米跳台 还是双人十米跳台 全红蝉都一如既往的优秀 并在两项测试中均获得第一名 与此同时 许多网友开始期待巴黎奥运会 希望他到时能够成为双金王